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那周二的台股表现呢 盘中呢是一度翻黑哦 下沙了105点 然后来呢是由黑翻红 留下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那市场上的资金呢 目前呢是还在观望 近代这个台积电的法说 后续盘市解析呢 赶快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 Ruby投股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Ruby好大家好 老师那这几天的涨停板呢 隔天都很容易有卖压 但是呢老师之前也教过大家 给一个观念 就是说行径间的强势股呢 碰到这个跌停板是很正常的 那在操作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其实我跟各位讲说 股票市场上 真正决定它涨跌起伏的是什么呢 投资人的情绪 其实是情绪 是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说 股票涨几根叫强势 也不能跟你讲说 股票跌几根叫弱势 那你要看当时的情况而定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那去年第三季行情非常热门的 火热的时候 对不对 是 好 那我们说这个IC设计 可能一档股票出来 比方说当时很多嘛 像什么深泉啊 那或者说什么这个金鸿啊 对不对 是 不管高价或中价或低价的 那或者是说去年第四季 元宇宙刚刚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股票不然一粒电啊 不然说这个宏达电啊 好那注意哦 你带出来的那一档股票 你在领投 你在带市场上情绪的那档股票 它如果连续拉8根涨停 好假设是这样子 然后呢 它才停下来休息 因为你拉到第7跟第8根 一定被警示了嘛 是 那你就会休息了嘛 好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其他的股票出来上涨 你说涨三根涨停算不算多 我认为不算多算少 那以N字来讲的话 就代表左边那一档很长 那你说第三根涨停可不可以追 我一定会跟你说可以 因为它左边很长 因为龙魂 当时在带情绪龙魂涨8根 你三根内一定可以追嘛 是 因为市场已经告诉你 8根内都是安全的啊 好那我们说时空背景换到现在 以现在情况来讲 是什么呢 大盘过高1万8拉回 对不对 那很多中小型的股票没有创新 原因是在于OTC的指数 日出没有成功嘛 它形成一个失败的日出嘛 是 礼拜二就形成一个失败的日出 那这个时候其实股票呢 涨到第三根 你说可不可以追 我会告诉你一定不能追 不能追 绝对不行 那投资朋友就问我说 老师课堂上不是这样教我的啊 我在大学的时候 做学问不是这样学的嘛 我在高中的时候不是这样学的嘛 我在小学的时候你会告诉我2乘2等于4 我在我在那个国中初中的时候 第一年期的时候你会告诉我说 2Y等于10Y等于5嘛 你会跟我讲一个1比1的正确答案 到底是三根不能追还是五根不能追还是两根不能追 你告诉我 那我就明确告诉你 我没办法告诉你 因为这个答案呢 在股市当中呢 它是抽象的 多与少取决于什么呢 股票市场上投资人的情绪 因为情绪high的时候 你十根都不嫌多嘛 对 情绪在恐慌或是情绪在退潮的时候 你只要两根就不能追了 那投资人会问我说你有没有答案啊 所以我就告诉各位啊 你说什么量能五日均量要达到多少才多少多少 那种都是没有 我认为都是出钱的讲法啦 就是股票市场上这个本来就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这个数字的答案 但是它可以用来怎么样呢 比较 比较 我可以拿来比较啊 比方说以现在的情况来讲 大盘过1万8拉回来撑1万8对不对 那我道理很简单 这表示说 大盘至少在元旦之后有一个高点 那因此呢 在元旦之后没有出现高点的股票 我的态度是什么 全出啊 对 就是来比较的话 对不对 因为我用相对论我就可以 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高点超过5或超过6或超过7 或涨幅超过30%或40%或50% 你不能够给我一个死的东西 你不能说涨幅超过30%就算多 要说去年第三季的时候再涨 随便一档股票都涨两倍 你30倍怎么会算多 那起涨点而已啊 你不追 我告诉你再涨30% 是 对不对 是 那现在这个情形是很简单 然后相对的这个涨幅 大盘越过了 这个去年的这个起涨的位置 然后呢 到了这个2022年 大盘的指数有创一个新高 那我现在就问你 所有的股票当中 不管你跟我讲什么题材 你要说元宇宙也好 说汽车也好 说这个什么特用化学也好 你只要在元旦过后 没有再创出新高 没有过12月份的高点的 你一定全部都是被淘汰的股票啊 因为大盘过高你怎么会不过高 因为大盘也先创新高 要是有人出来跟我讲说 可是老师不对哦 这个是金融股撑盘 那中小型的股票呢 在指数拉开空间以后呢 会往上做串工 你这样子讲 也许概念上是对的 但实物上不对啦 为什么呢 你要反过来想这个事情啊 我用另外一个话讲给你听 金融股撑盘你都可以跌 哪一天金融股不撑盘的 指数往下来10% 那你这肉丝股连高点都没看到 你不是要跌30% 你不是跌更多吗 你怎么不反过来想呢 就一件事情 他一定从正的讲过去 反的讲过来吧 是 所以我最终走向将对论 我要跟各位讲的一个结论 就很简单啊 现在面临很多选股的问题 我拿一档股票 讲一个概念给各位听 我们比方说车用概念股 汽车股涨个10年没问题吧 是 就像以前电子股涨20年嘛 但是电子股刚开始涨谁 涨NB啊 你到这个2000年以后 谁还涨NB 全部都拿去涨手机的嘛 对 这说明一件事就是说电子是主流 但是呢 它的内容会变 所以汽车概念股是主流 再玩15年 但它内容会变 一开始跟你玩什么 车载系统啊 接下来跟你玩车用镜头 然后再来跟你玩什么 车用元宇宙 就它会变嘛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一档股票 比方说我们讲4972加零 是 大家注意一下 我讲2020 2021跟2022 你仔细看 加零在2020年大涨 一直涨 涨那个车车的嘛 对 整个车载镜头 一直涨一直涨 到了2021年呢 整年不涨 对整年就在休息 休息到最近又开始 有一点转强的迹象 是 那这个是不是跟台电很像 台电是2020年涨 2021整年不涨嘛 对 2022动一下 对不对 是 所以你看 同样的道理 你如果在一个年度大涨 隔年很容易不动嘛 那你从这个道理去想 包括像谁 三幅化 包括像谁 那个中华化 或者是说你看8255的蓬城 头信一钢子套在上面嘛 对不对 再次证明头信也不见得准 然后那个 我看一下还有那个 举例来讲 像这个 美西马可以了吧 康普美西马 是 最标准的嘛 对 你看他去年大涨 涨这么多对不对 只要你月K棒来一根日落 你不是重演当时 佳玲在2021年掉下来的局势吗 对 那你说这种股票 有没有可能 2022年一整年都不动 有可能喔 是有可能的喔 他不但一整年都不动 他搞不好会拉回喔 是 但反过来想 我们来看喔 最近不是在涨LED吗 对 在涨到 比方说负财啊 台表科 台表科啊 对不对 迷你LED涨了好几天嘛 是 那我们这时候来想喔 你看 有一些股票他2020年涨过 比方说你说以胜啦 红海家族的可能那几只涨过嘛 那去年不是一整年都没涨 好那你看喔 当LED转强了以后 那车用的LED在今年是不是就有机会 因为去年都没涨到啊 对 如果再搭配他 他在1月份的时候有创一个短高 那你这个时候既然LED已经告诉你 2022年可以玩 你一定是找什么 你一定找去年没有找的 没有涨的那个车用电子的LED啊 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对就有一个机会 所以股票市场上在思路上要有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是要用股价反推回来 而不是说你看好哪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就应该要涨这样了 这样就变成孤方至少 像我刚刚这样跟各位抽丝莫茧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因为第一个嘛 LED去年没有涨嘛 是 然后你现在LED最近不是在涨 他跨过这个元旦以后有创一个新高啊 那LED族群当中的运用 你一定有运用在很多地方 比方说你迷你LED 我们来跟各位讲说 尤达他讲的AMLED 他其实就是用在车用的 那你既然是用在车用的 那这当中可以用来做车用照明就很多了嘛 所以你看去年一整年都没有涨到的 包括车灯 车内照明 车用光源的LED 我觉得在这里一定就会动到啊 那趁着大盘在这边震荡整理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重新来做一个布局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礼拜二我想跌的股票很多啦 你说这个像 比方说大龙好了 比方说像这个大龙啦 宅配通啦 或者是说我们看到游戏股对不对 游戏股也是一样嘛 你涨多了以后再说那边错一个拉回 高档你只要不追 那么低档有布局的你就高档出一趟 拉回来你一定会走第二个买点嘛 那如果说你投资朋友第一阶段没有做到的 你当然是等拉回的时候会找到一个低点 可以去追 可以去第一阶 那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讲的了 N字放在你的心中 买一点是在拉回的时候 选股的逻辑就找2022年全新的概念 所谓的全新的概念包括两个意涵 一个就是新族群 新族群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2020年曾经涨过 拉回一整年都没有动的 也称之为新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2021年 曾经涨过大涨的那些族群 就把它出一出嘛 可以牵扯 你如果说月级别出现一个 这种日落棒的话 你这个不出它可能一拉回很久你知道 那这资金反而就要换新的股票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帮很多人调整 把它去你的股票换一换 那有些股票你短线上 其实也不用急着卖了 因为还有高点 那怎么样换其实也可以 跟我们一起来参考研究跟我们联络 好的那么就请大家呢 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餐饮市场免费的那一账号 那么下一段节目呢 有更多的股票要跟大家来分享 千万不要走开哦 那我们现在呢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全新的机会又开始了 那趁着大盘震荡呢 我们要带你布局有叠加概念的个股 包含LED加元宇宙以及LED加车用 这两档新标股 务必跟上我们的脚步 一起来卡位好买点 请先加入参应斯坦免费的LINE帐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带你进场哦 欢迎回到股市参应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新的一年呢 当然要有新观念 那许多个股呢 除了本身的产业之外呢 其实呢 它还包含了其他的次概念 那老师有次概念的个股 我们可以如何来把握呢 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LED就是其中之一嘛 对不对 那你LED就找那种有做车灯的 有做车用光源的 因为这次我们看到负财能够长起来 最主要是因为友达 它本来就是说它AMOLED 我稍微跟大家强调一下 AMOLED不是AMOLED 不是以前你们那个AMOLED 它现在在讲这个东西新的 新的 是在这次CS展当中 友达说他们未来的秘密 是要用在车用里面的 那因为贝望源这个东西 跟MINILED绑在一起 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有一新的运用 所以这就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好你现在去买那种家用的电视 他一定会告诉你说 那个是MINILED嘛 对不对 这个比较贵 贵10万 贵5万 贵8万 都有可能嘛 对不对 可是你看这个题材 讲了一年 负财都不会涨 结果有人出来讲说 这未来可以用在车用 马上涨 所以我就再次说明一件事情说 公司都是一样的公司的 看你怎么去化妆而已啊 有人没法在那边化妆 早又厉害化妆师出来变正妹 你知道吗 那有时候你拿那个90年代的妆 画一个正妹人家说这个到底是谁啊 是如花是吧 你要拿时代的妆容 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妆容 对不对 你说三年前什么五年前对不对 你说0809年那时候流行贴那个大眼睛 你现在贴一颗大瞳孔在路上走 人家觉得你好可怕 对不对 你就会有点改了 现在大家都比较崇尚自然 不然就以前拿那种什么托把睫毛 拖把睫毛刷有没有 就是那个贴的两个眼睛像扫把一样 10年前看超正的你知道吗 现在看不太好吧 眼光都不一样 对对对 这就是时代的审美观啊 那股票是一样的东西啊 是 基本面都是一样的 看你怎么去包装它嘛 如果说你有时代感的话 大家就喜欢 像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LED拿出来的话 大家一定要贴车用啊 是 或者是说我们昨天 昨天有跟各位讲过 你看车用元宇宙 元宇宙加LED对不对 但股票其实 就是大家在跌的时候 他礼拜二就拉起来了 是 早盘最多好像涨到7%多 后来因为盘中一次 不是乱杀有没有 一度回到2%多 还没有翻黑 尾盘有机会再拉起来 其实我就是要跟各位讲说 所以我们的逻辑 就是叠加的概念 叠加是 以前早期的话很简单 因为现在我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大概在差不多10几20年前 科技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像比方说你现在有下单转体 对不对 捐商给你下单转免费的 比方说你买一档股票元宇宙 然后上面 他上面给你一个代号元宇宙 对不对 那你就点那个族群 点开他大概10档股票 就是他把族群给你找好了 那如果说这种东西的取得 是这么简单轻易而免费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联想概念就没有用了 当大家都会的东西 他就等于没用 我再讲一次 这个东西以前大概在20年前 LED涨的时候 我跟你讲 Ruby那时候股票很简单 是 妈妈就来问我说 ED就涨上去了 金电上去了 那蔡老师还有哪一档 LED还没有涨 你这时候给他他就会涨 就会补涨 因为他们不知道有哪几档 对 那现在来讲的话 这太简单了 这个你只要随便Google一下 或你看盘盘点开 他上面就给你七八档 让你选 那你一定会挑一只现在在平旁 附近的等他补涨 所以其实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 这次就没有用了 这时候你就要更深入的去研究说 这一档LED他用在哪里 所以我就要刚刚跟各位讲 叠价概念就是说看你怎么切到圆域 都跟电动车 好那我们看一下财经济的概念 他在涨多拉回之后 可以观察几个指标了 第一个辣椒 他是因为被分盘交易所谍停很正常 因为他涨多了 他什么时候做指纹 那么他跟PD指纹的点 就是游戏股概念股指纹的点 那我那会有第二次买一点 毕竟下个礼拜还有游戏展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mini LED mini LED的话因为他 他行进间有做换手 所以你看负彩头工跟台表科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拉回 他应该会采用这个比较中段整理的 横向整理结构 这地方跟惠特看在一起 因为他是mini LED的设备 那其实你多仔细看的话 惠特有创一个新高 在礼拜二这种凶险的行情当中 他其实有创一个新高 是 那么因为凶险的过程当中 大家最不想进场 对 你不要说等到五六天以后 你才想进场 到时候他价格已经飘上去 对啊 都是你要涨完了才要追 对对对对 这样子的话你就 节奏又踩错了 节奏又踩错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股票不要凭感觉 看高低点 看当天的高低点 很简单 买点就是杀下来 靠近昨天低点的附近的时候 找第一个买点 那你说跌破昨天的买点怎么办 昨天就昨天低点怎么办 昨天就昨天低点怎么办 那就转座了啊 你还问我怎么办 对不对 那你第二笔就不要买啊 对 先看一下它能不能够推回去 那这就是我们讲股价的一个理论 涨与不涨是市场决定 看好与不看好在你的心中 你心中的不见得是正确的答案嘛 所以市场的价格永远不会错啊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中碳针 那这个其实也是绿能概念股 因为米拜二的时候安极有动 是 太阳能这些股票在动的时候 其实 你看中碳针这一段时间整理一段时间 它就做充电桩充电碳针这几支股票 注意一下 其实有涨到什么 涨华晨 华晨是风力发电 可是它有转投资充电桩 所以它底部拉起来第一根嘛 所以这里的绿能概念股 除了所谓太阳能风电之外 你要把充电桩算进去 因为电动车它当时为什么会诞生 本来就是绿能概念股 要不然大家要电动车干嘛 纯粹耍帅嘛 也不对吧 因为它有绿能 它本来就是绿能 是 然后电动车的话 这边要讲就是电池那三支 去年涨多了 你这里要挑新的 那新的话当然有几个概念 也不见得一定是在这个电子零件当中去找 像有一些什么铝电池和铝合金铝概念 因为它可以降低车身的重量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要把它当成新电动车的概念股 然后再来的话要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 礼拜四的话励志要挂牌了嘛 那瑞鼎挂牌这两天表现得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挂牌的第一天震荡一下 那第二天就收红了 然后到礼拜二第三天有逆四拉上来 已经准备来挑战新贵当时前面的高点 所以可以这样子来讲 挂牌以后当天敢买的人 到目前为止全部都是赚钱的 对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成功的蜜月行情 不管说你新贵 因为新贵买在高点也不多 大部分说你新贵有赚到钱的人 转上市会先卖一趟 那如果说你先卖一趟的话 你上市贵以后才买回来的话 那等于有一个价差 那你上市贵以后才买回来的话 应该连拉三天都是获利状态 所以成功的挂牌交易会激励谁呢 接下来即将挂牌股票 那么这个时间点就是要来回到 大家身上 我们认为说在这地方已经换掉 2020年的股票 全面转进2022年的股票 现在已经进入紧锣密股的阶段 那么在市场上大家最不愿意动的时候 反而就是最好的机会 勉励各位那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 好的那么本周大盘虽然有震荡 但是这也代表着大家赚钱的机会来 有震荡拉回的机会 才要好买点能够布局 要请大家把握机会跟着我们一起进场 那不要忘了我们有两档秘密武器 一档是LED加元宇宙 以及LED加车用这两档新标股 无比把握机会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Light 或者是波通专线联络我们 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国家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祝各位操作愉快转打钱 我想要声音好的小收音机 我想买一台好收音机送给爷爷 我在家里到处都要有收音机 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我自己也想要有一台收音机 中广严选山进收音机新机上市 PRD32数位选台的闹钟收音机 造型可爱方便轻巧 还有立体声双喇叭 中广独家贩售价2000元 请向毫无市集网站选购 02-2362-1968 听众朋友全新的机会又开始了 那趁着大盘震荡呢 我们要带你布局有叠加概念的个股 包含LED加元宇宙 以及LED加车用这两档新标股 OMEY168或者是波导米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带你进场喔